中央社记者侯资营台北26日电媒体报道 有网友质疑外交部发行新版护照内页底图 疑似录用美国机场图样 外交部今天表示 护照内页的图案是台湾各县市的特色景点 网友质疑部分是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图样 联合报今天报道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昨天开始开放民众申请 换发第二代晶片护照 Epostport内页每页都有台湾景点作为底图 但有网友发现其中一页的机场照片 疑似录用美国维吉尼亚洲的华盛顿杜勒斯Dolls国际机场的照片 对此外交部副发言人欧江安在外交部例行新闻说明会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 第二代晶片护照的图案是选用台湾各县市具有特色的景点 地标来凸显台湾特色 对于民众质疑其中有一个图案 伊斯杜勒斯机场 欧江安澄清表示绝对不是 那个图案是桃园机场的样子 百分之百是台湾的风貌 另外他强调 领务局制发护照有非常严谨的评检制度 绝对不可能合法样板护照给民众 领务局表示护照内页的图案除了桃园机场外 还包括台中高美市地云林西卢大桥 嘉义阿里山 台南关廟凤梨 高雄骑金杜伦 屏东墾丁海岸 宜兰归山岛等 外交部日前表示 为时护照防卫功能再升级 25日起民众可置领务局或外交 部中部南部东部及云嘉南办市处或各主外馆处申办 第二代晶片护照 护照归费不调生 外交部指出第二代晶片护照参采国际先进的护照防卫技术 包括增加持照人 第三影像防卫胶模采用金属化表面图起 以及全面更新护照内页图案等 并纳入台湾各县市特色景点地标及风土民情等主题 1061226